今天我们要讲的题目是六十字方法 我们都知道上帝创造天地万物 是用了六天的时间创造我们的天地万物和人类 上帝创造完以后 上帝就说他看着所造的一切都甚好 有早晨有晚上有用 我们说上帝不能到我们的天地万物以后 他看见一切所造的都甚好 在主地眼中来看甚好 那是绝对的 但是上次我们就研究罪恶的起源 由于魔鬼他本来是一个天使长 由于他骄傲他就犯罪 他起来反抗上帝 他要向上帝同等 他犯罪以后 上帝就给他机会 让他能够认罪回来 但是他由于骄傲 他不能够低头认罪 结果他就坚持这个罪恶的道路下去 以至于他凝诱了我们的老祖宗 亚山相拉 使他们也犯了罪 由于他们也犯了罪 罪就领导了世界 就领导了我们世界 上次我们说了 罪是从一个人进入世界 死又是从罪来的 一是死就领导众人 因为众人都死了罪 因为我们犯了罪 我们就失去了上帝为我们预备的圣洁 完美的这个环境 而且我们也失去了勇敢的生命 由于人犯罪 我们说世界就呈现了一种臭坏的这种现象 那么我们知道上帝咒诅 当下话的时候 连这个地都受了咒诅 地本来不长经济和吉利 也不长这些杂草 但是由于人犯罪 人受咒诅以后 地也受咒诅 地就长经济吉利砸草 而我们人呢 由于犯罪以后 那就是说 我们就有痛苦 有疾病 有死了 而且罪恶的现象 就泛滥在世界上 人的道德 逐渐的淡坏 我们都知道 根据圣经的记载 亚当的第一个儿子 该人 就杀了他的弟弟 亚说 这是最可怕的影响 那么我们说人 也都不愿意犯罪 也都不愿意犯罪 人总是想办法要自己改变自己 但是我们说 一个有罪的人 想要用自己人的办法 来改变我们自己 这是一个不可能的事情 是不可能的事情 那我们说 我们人都犯罪 我们都要死 都要灭坏 那我们说上帝 他是爱 我们说圣经里说 上帝就是爱 上帝就是爱 他不忍心 丢弃我们世界上的人 因为我们犯罪 是受了魔鬼的领诱 所以上帝呢 也不愿意让我们遭受 这个罪受的痛苦 疾病死亡 那么这样的话呢 上帝怎么样来救我们呢 是不是 我们说人 是上帝所造的万物当中 最高的动物 我们说 人是万物之力 人是造着上帝的形象 造的 我们从很多性格上面 都带有上帝的性格 所以我们说上帝呢 他就要救我们 脱离罪恶 让我们再回复到原来 不犯罪的这种情况 据怀先知 在异乡中看到 当人犯罪以后 全天灵的天使 都非常的悲哀 非常的难过 所有的因素都平止了 那么耶稣就三次 进到上帝的荣耀里边去 他们就决定 用什么方法来救我们世界上的人 第三次耶稣出来以后 他很高兴 就把救赎人类的方法 向天上的天使 去上帝 所以我们说 圣地 爱我们世界上的人 他罪在罪人 是什么态度呢 我们请大家看 以西节书第三第三章 以西节书第三章 以西节书第三章 第十一节 以西节书第三章 十一节 对于说 你对他们说 主耶和华说 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 我断不喜悦各人死亡 为喜悦各人 转离所心为道 活 以西节书 以西节书呀 你们转回 转回 离开哥道 何必死亡呢 哎呀 你看这个 我听这节书 这个时候 我特别受罢受 这是上帝说 你对他们说 主耶和华说 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 上帝说这个话的时候 他先发誓 我们知道 人要发誓的话 都是比较重要的事情 严重的问题 才要发誓的 而人要发誓的时候呢 都是要几个比自己高 比自己大的这种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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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象 来发誓 那么在这个地方 我们说 上帝说 我指着我的 我对永生启示 那如果说 宇宙当中 没有对上帝 再高再大 所以上帝就指 他的永生 因为上帝是 永远活着的 他就指着 他永远生命发誓 说明这是一个 很严肃 很重要的问题 上帝要发誓 来说这个话 说什么呢 我断不喜悦 恶人死亡 上帝说 我不喜欢 恶人死亡 灭亡 他不希望 我们灭亡 唯习一个恶人 转离所行 一道二国 上帝愿意 我们来个人 都离开 罪恶 回头 三国 那就是上帝 说说的 上帝愿意 万人得救 不愿意 一个人沉沦 这是上帝的心 确实 这是上帝的爱 我们有的时候 体会不到 飞回不到 那么下面 他就刮出一个通告 他就一丝列下来 你们转回转回吧 哎呀 我一听到这两句话的时候 我就想 现在真是有很多可怜天下父母心 现在他当中有一个儿女父亲话的 哎呀 这个父母真是 费尽了心血 融络了自己的儿子或者女儿 儿子啊 你回头吧 女儿啊 管你所幸的恶吧 上帝就 你一个吃妇和吃母 对我们 哎呀 他说你们转回转回吧 不要在这个罪恶的地方再奔下去了 回头啊 主耶主耶 希望 转回怎么样呢 离开恶道 何必死亡呢 我用武神之道 你们为什么要死呢 是不是 那我们说上帝就是爱 从前 在摩西 我们以后要学习的 有一个摩西史上的一个主人 给你赦却你赦却你赦却 他曾经在西南山上上帝就上帝 上帝的名 那么这个当节我们都不看了 在赦却三十四当上帝说 我要向你宣告我的名 他说我的名是什么 他说耶和华 耶和华是有怜悯 有恩典的上帝 不轻易发怒 并有丰盛的慈爱 为很多的人赦免罪孽和货 据说上帝 我们所信的这位上帝 他是慈爱的 有圆灵的 不轻易发怒的 而且赖以赦免我们的罪 他犯于共同佛 他是这样的判断 那么刚才我们读的这节圣经 好像是上帝对以色列人说的话 但是现在上帝对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说 就说你们现在世界上的人呐 不论你皮肤是黄傻 去白傻 去身上 不论你是哪里是女的 不论你是有文化的 没有文化的 或者是你是年轻的 或者是老的 主都愿意救我们 都愿意让我们能够认识他 因为我们所信的这位上帝 他是慈爱的 不错 但他还是公义的 万不一有罪 有为无罪 好 我们再看一个正经章节 还是比心节书 第十八章 比心节书第十八章 第二十节 一期节书 十八章 二十节 唯有犯罪的 他必死亡 儿子不担当父亲的罪孽 父亲也不担当儿子的罪孽 一人的善果必归自己 恶人的恶报也必归自己 我们说我们的上帝是公义的 我们上帝公义 他这个公义就是说 也就是咱们平常所说的 善有善报 恶有恶 那么上帝说了 儿子犯罪 不牵扯他的父亲 父亲犯罪 也不能归在儿子的身上 可是我们说人口之间 咱们可都知道 过去咱们的皇帝 这个也都是从律师上 咱们看到的 过去咱们的皇帝 要是一个人犯罪 怎么样呢 逐渐的冗族 把这个所有人的亲戚 通通都杀了 这是很不公平的 是不是 一个人犯罪 为什么要杀那么多人呢 这里说犯罪是公义的 谁犯罪 谁就负责 你是义人 你就得善报 你是恶人 你就得恶报 所以我们说 圣地是公义的 上帝是公义的 而且我们说 圣地他是最恨我的罪 上帝最恨我的罪 最恨我的罪 最恨我的罪 但是呢 我们说这里有一个矛盾 上帝恨我的罪 但是上帝爱什么 爱这个罪人 我们要注意啊 把这个罪和罪人分开 上帝恨的是罪 上帝爱的是罪 上帝爱的是罪人 上帝爱的是罪人 但是就说 如果人要是不再和罪分开 当上帝消灭罪恶的时候 我们要把这个人怎么样呢 和罪一块消灭了 注意啊 我们都是有罪的人 圣地恨的是罪 上帝爱我们就给了罪 我们要得救 我们就离开罪 那么你要不离开罪 上帝消灭罪的时候 所以我们说 因为什么呢 上帝 他没有办法 使一个不愿意离开罪的人 脱离死亡 因为说 因为上帝不能让一个罪人 勇敢活 是吗 这个罪人呢 在这个宇宙当中 一定要消灭 不然的话 他也影响整个宇宙 所以我们说 上帝是公义的 他希望我们能离开罪 我们能够得到无神 这是上帝 他是慈爱的 也是公义的 他爱无罪的 那么如果罪和死 有什么关系呢 请大家看 《罗马书》第五章 《罗马书》第五章 第十二节 《罗马书》第五章 十二节 这就如罪 是从一人入了世界 死 又是从罪来的 于是死 就临到众人 因为众人 都犯了罪 这个章就如上一节目了 那么 罪是从一个人 从我们的老祖宗亚当 进到世界来的 死 又是从罪来的 于是死 就临到众人 因为众人都犯了罪 那么 你承认不承认我们 都是罪的呢 咱们先看 再看一张节 《罗马书》第六章 第二十三节 六章二十三节 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 唯有上帝的恩赐 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 乃是永生 这个就告诉我们了 罪的工价就是死 那么 那么 刚才我们念的 圣经当节就是说 于是死 就临到众人 因为众人 都犯了罪 谁能告诉我们 我们这个世界上 有一个不死的人吗 秦始亡死未死 他的革命现在还在西安南 那就是说 我们世界上的人 没有一个不死的 就说明我们共有罪 就说明我们有罪 因为这个 死是罪与结果 上帝当初告诉亚当下王 为什么你们犯罪 犯罪 犯罪 因为你犯罪 违背了上帝的命运 那么 就有些人就说了 既然人 罪是从一个人 进入到世界来 由我们的老祖宗 把罪带到世界那里 那么现在 我们说的是一个痛苦 我们要死亡 我们就应该 怪这个老祖宗 怪他当下王 为什么你们犯罪 把罪 给我们带来了呢 是 如果说 上帝没有 给我们设立一个 拯救人的一个方法 我们应该怪罪 但是我们说 人犯罪以后 上帝就设立了一个 救我们的方法 给我们 预备了一个恩典的门 如果 就像我们刚才上见那个事 恩典替我们打开了 如果我们进入到这个恩典里面去 我们就可以脱离罪恶 脱离死亡 这点我们就很清楚 我常常讲一个大礼堂 里面都有好多的 我以前在大礼堂里面去了 都有写的那个旁边那门 写的开瓶门 我不知道现在是写什么名字了 也许叫安水门 如果这个礼堂里面 忽然有一个人抽烟 引起来找我了 找我了以后 这个人应该负责 给你抽烟 引起来就火灾了 这个礼堂就找我了 那么这个礼堂你找我了 马上这个开瓶门就都开开了 你就从我的开瓶门里跑啊 一跑出去你就不会烧死了 你说他找我走了 门里开开了 我就不跑 那不跑你在这里烧死了 这个责任你觉得呢 是你自己啊 开了门你怎么不跑呢 是找我了找我了不对 可是你的门开开了 你怎么不跑呢 所以这也是一样 雅典曹娃犯罪把罪带给我们了 可是现在上帝派他的儿子耶稣来 给我们打开了恩典的门 只要我们相信耶稣 我们就可以得救 那么你不相信耶稣 那么你这个责任就自己做了 就让我们就自己做了 所以啊 在约翰福音 第三章 这里有一个章节说的很清楚 约翰福音第三章 十七十八节 约翰福音第三章 第七十八节 跟你讲说啊 因为上帝 猜他的儿子驾驶 不是要定世人的罪 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 信他的人 不会定罪 不信的人 罪已经定了 因为他们不信上帝 你独生子独立 你看 这里说的上帝道中很清楚 上帝猜他的儿子来 不需要定世人的罪 是要救我们 叫我们世人因他得救 信的人就不定罪了 你就不死了 不信的人怎么样呢 罪已尽定了 因为他不信上帝 独生子独立 所以我们说 最重要就是死 不错 西雅当班的罪 把罪带到我们的世界上了 但是上帝借着他的儿子 给我们打开了一个恩典的门 我们只要相信耶稣 我们就可以得救 我们就可以不死 当然以后你们说了 你们都信耶稣的人 你们不也都死了吗 这个时候我们说 这是trip 这是第一次的死不可怕 每个人都要见过第一次 我们要夥备你是第二次 永远灭亡 以后咱们还要讲细节 所以我们说 上帝既然如果我们打开这个恩典的门 我们就应该进去 就应该进这个恩典的门 我们就可以 不受第二次死的过 那么现在咱们就说了 上帝是给我们预备了这个方法 现在世界上一般不信主的人 往往是想用自己的办法来救自己 咱们看 那如果要想用人自己的办法 能不能救我们自己呢 那请大家先看 便能行善 古诗人 圣经里说这个古诗人 就是现在的非洲的人 我们说非洲的人是什么皮肤呢 黑皮肤 非洲的人都是黑 他说 古诗人 只能改变皮肤吗 这个古诗人 黑 非洲人 他们也不喜欢黑 不喜欢黑 有一些个妇女啊 也是化妆 我很多白的东西 把脸抹白了 可是完了 第七年 怎么样呢 还行 没办法改变 所以你这个皮肤可以像他那个妆妆 你想白 那你就白了 你就是妆妆 你自己 像年代我说 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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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豹 版 참 莹 的 而 你自己就能改變自己 如果佩服你改不了 這個假改不了 他說啊 你們這習慣行惡的 便能行上了 那就說明 我們靠自己的力量 我們改不了 我們改不了自己 改不了自己 咱們再看一段時間 看羅馬書第七章 羅馬書第七章 我們看十四到十七節 羅馬書第七章十四節 我們才曉得律法是屬於零的 但我是屬於肉體的 是已經賣給罪了 因為我所願意的 我自己 因為我所願意的 我倒不做 我所不願意的 所以我倒去做 那麼 若我所做的是我所不願意的 我就應成律法是善良 即使這樣 就不是我做的 乃至住在我裏面的罪作 這是彭博的今天 就是這個人呢 信徒以後 也想聽律的話 也想和律法去做 可是呢 你願意聽話 可是你又犯錯 你願意做好事 可是你又沒做 你不願意做壞事 你可是又做了 這就是說我們 因為我們想靠自己 我們改變不了自己 改變不了自己 那麼我們說世界上的人 別想很多的辦法 讓人行好 學好 國家有憲法 憲法是保證 但你不犯罪 學校有個校規 那就是讓學生在學校裏 不犯校規 都走正過 通常有紀律 都是讓人學好的 但是我們說怎麼樣呢 唉 有的時候能管住你的外表 可以管不了你的內心 你心裏邊做個兒子行 結果呢 因為你心裏有罪惡 早晚的六塊錢出來 有一些個宗教呢 就想用這個苦修的辦法 想用苦修的辦法 有的宗教呢 就把這個火炭都在地上 這個願意改變自己的人啊 就讓他裝著腳 在這個火炭上走 哎呀 這個是很苦的 把腳都燒爛了 他想這樣的話呢 通過這一次走入火炭 他這個罪啊 就可以 沒有了 就改了 不犯罪了 怎麼樣呢 行不行啊 不行啊 走完了以後 過一段時間 他又犯罪了 還有的人怎麼樣呢 就想 晚上的時候 沒有人的手 夜深人的手 衣服脫了 把鞭子 自己就收自己 有很多宗教 他們一直想這樣做啊 他想改變自己 可是怎麼樣呢 改變不了 改變不了 用人以自己的辦法不行 我記得 從前有一個人 他很偷東西 他還著急 把他的手指都做到一個 做到一個 結果怎麼樣呢 他後白是白髮 所以你看 所以人靠自己不行 那麼人靠自己不行 怎麼辦呢 我們看 上帝 他要給我們 這樣做一下 請大家看 約翰一書 約翰一書第四章 九節 十節 約翰一書四章 第九節 上帝開他獨生子 到世間來 使我們借助他得生 上帝愛我們的心 在此就顯明了 不是我們愛上帝 乃是上帝愛我們 參差的兒子 為我們的罪 做了挽回祭 這就是愛 就是說上帝參差的獨生子耶穌 到世界上來 使我們借助他得生 借助他得永生 上帝愛我們的心 在此就顯明了 上帝愛世界上的人 最大的表現 就是犧牲了他的兒子 來救我們 這個說 不是我們愛上帝 乃是上帝愛我們 我們在這裡 我們在這裡有很多是信主多年的 也有剛剛信主的 有的人就誇獎某一個人 聽主的話 快點 你真的愛主 是嗎 是 我們受苦的 愛的感動 我們愛他 實際上是 上帝愛我們 我們愛上帝 這一點兒表示 那真是太偉不足道了 是嗎 我們還是注意下面 他說 上帝看他兒子 為我們的罪 做了挽回祭 挽回祭 這個挽回祭怎麼說呢 我理解這個挽回啊 就是說 把我們從罪裡扶出來 比較生重的一個例子呢 就是說 你看過去舊社會的時候 很多人呢 就把這個女孩子 賣到了那個壞地方 做那些壞事 就是女孩子被賣了 賣到那個火坑裡不去了 她能不能自己 把他從來被救出來呢 不能 他沒有錢也沒有勢力 除非有一個 有錢有勢力的人 來 交上錢 把他從那個火坑裡扶出來 哎 他就脫離了那個罪了 是不是 所以 挽回祭就是 上帝趁趁他的兒子耶穌來 把我們 從魔鬼的神下 從罪惡的這個勢力之下 把我們救出來 祝福了 這就是挽回祭 那 這邊 就說明 就顯明是上帝的愛 我們再看一些聖經 馬太福音第一章 馬太福音第一章 我們看二十二十一節 馬太福音一章二十 任何思念這世的時候 有古的使者向他夢中顯現 說 大衛子孫約瑟 不要怕 只管娶過你的妻子 馬利亞來 因她所回應 是從聖靈來的 是從聖靈來的 注意二十一節 她將要生一個兒子 引到給她提名 叫耶穌 因她要將自己的百姓 從罪惡裡救出來 這就是耶穌降生的情況 聖靈借助童女馬利亞 讓她懷孕 讓她生一個兒子 這個兒子呢 天地主就告訴她那個肉身的父親 她說 你給這個孩子要起名叫耶穌 耶穌是什麼意思呢 咱們在舊約咱們讀的時候 他們說耶和華 耶穌 耶這兒就是指著耶和華 就是上帝的意思 蘇 就是拯救的意思 所以耶穌這個名字的意思呢 就是耶和華拯救 就是上帝要來救我們 那看著下面所說的 你要給她起名叫耶穌 因她要將自己百姓 從罪惡裡救出來 耶穌來就要把我們從罪裡救出來 我們現在犯罪以後 我們現在是都不從 吊在一個古海 吊在一個大海裡邊 我們說這個海是沒有邊兒的 我不知道你們做過船沒有 我做過船 這個船要走到海上中的時候 你站在船上一下 整個一個人家都是水 如果這個時候你吊在一個海裡 你多有本事 你多會有種 你多放了身體 你也都不倒邊上去 這個時候你必須 從外面來的力量來救你 要來一個救生平 把你從水裡救上來 或者來一個直升飛機 把你救回來 我們現在就是 跳到一個最海裡頭 你要養自己救自己 不可能你在水裡 怎麼增長你也增長不出去 只有從外面來的力量 這個力量我們做就是耶穌基督 我們必須相對於耶穌 我們才能夠得救 我們才能夠得救 要不同什麼呢 我們要在一個很深的井裡邊 要在一個很深的井裡邊 你要想馬上爬就上不去 對不對 必須有一個上邊來的繩子 你把這個繩子系在你的身上 你拽著這個繩子 才能把你去上去 所以我們說 我們在這個最海裡頭 只有耶穌能救我們 耶穌是救生平 我們必須上這個救生平 如果我們不上去 我們還是不能得救 是吧 還是不能得救 昨天我就一時聽一個小弟弟 他說的一個故事 我說挺有意思的 他說有一個信主的人叫到海裡頭 他就祷告去不救他 來了一個救生平 他又不上 他說我等著上去救我 一會兒來了一個人生會去救他 他也不上 他說我等著耶穌來救我 後來他就淹死了 他來了一個故事了 死了以後他就好像 趙徒佛一個話就問上去 你為什麼不救我呢 上帝徒佛怎麼沒救我 派人的救生平去 你沒有上啊 我又派人的救生平去 你都沒有上啊 是吧 所以我們說 上帝既然派他的兒子來救我 我們不亦相信啊 我們不上去救生平 我們就是自己負責了 是不是啊 所以 這個 這個 上帝來救我們的辦法 就是讓耶穌來救我們 那麼我們說 像耶穌這樣的救護 世界上有幾位呢 咱們請看 使徒新傳 第四檔 使徒新傳 第四檔 第十二檔 使徒新傳 四檔 十二檔 除它以外 別無拯救 因為在天下人間 沒有赤下別的名 我們可以靠祖 得救 我們說 救世主 只有一位 這裡說 除它以外 別無拯救 除了耶穌以外 沒有別的方法 能救我們 因為在天下人間 沒有赤下別的名 我們可以靠 只有耶穌能救我們 那麼你說 為什麼 耶穌能救我們呢 為什麼人 就不能救自己呢 啊 那麼我們現在看 耶穌能救我們 他有兩個特點 啊 是我們人沒有的 啊 第一個 我們說 耶穌是沒有罪的 我們看 哥林多後書 第五章 哥林多後書 五章 第二十一節 這裡說 聖地使那無罪的 替我們成為罪 好叫我們在祂裡面 成為上帝的命 啊 聖地使那無罪的 替我們成為罪 啊 耶穌是沒有罪的 我們是有罪的 那麼 要來救我們 必須是沒有罪的人 來救你們有罪的 啊 一看如同 兩個人 都犯了法了 關在監牢裡頭 啊 如果這個法院說 如果現在有一個人 要保你 你媽說 這個盤情避免啊 如果有人來保你 你就可以 監牢去行 那麼 這邊的人 都關在監牢裡 這個人說 我保你 把你保出去 行嗎 你自己還要不行嗎 啊 那個人說 他要保他 行嗎 不行 你們兩個都是罪的人 你們都得做監牢 要保他給一個 沒有罪的人 監牢那個人 啊 交保 保出去 如果他 再犯了罪 那個保人要負責 是吧 所以我們說 耶穌是無罪的 他來監禁我們的罪 才能把我們從罪裡救出去 啊 那麼有人就說了 這個魔鬼算罪啊 今天早上的學科也談到這個問題了 為什麼上帝當時把魔鬼消滅了 免得也有人犯罪呢 就是啊 我們說 上帝能不能當時把魔鬼消滅啊 能啊 那有不費吃虧之力就可以消滅到了 上帝藏到了 全時 消滅他那樣的蒙民 但是上帝沒有辦法做 啊 啊 聖經還給他一個悔改的機會 另外 他犯罪的這個情況啊 世界上的人 還不清楚 全宇宙 咱們知道啊 這個 宇宙當中還有的 和星球上都有人啊 這是聖經上告的 我們 他們都看過清楚這個魔鬼 犯罪的這個情況啊 所以他要讓他表演啊 啊 要讓呢 全宇宙都看過了這個罪 可惡啊 以後就不犯罪了 拿它作為一個反面教人 就是這樣 那麼 如果上帝當時 不讓他表演 就把他消滅了 很多人都害怕了 哎呦 上帝可真烈啊 啊 這個上帝是個很刻薄 很嚴厲的 都存著一種懼怕的心 來敬禁上帝 那不行 因為上帝讓我們 愛他 是出於愛心 但我們明確的話 是出於愛他 聽他的話 啊 講比方說吧 一個做父母 一兩個孩子聽話 你不聽話我就答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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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這個孩子聽話 沒有意思 如果一個兒 兒女一個小的父母 懷疑 看他一個月給父母多少錢 這個 沒有意思 這個父母拿這個錢 這個難過 但是 如果這個兒女是出於愛的父母 啊 方便父母 這樣啊 來孝心父母 這個父母才有阿 所以上帝要我們出於愛心的 事項上 救了他 那麼 這個 出於愛的事項和境外呢 你也只有用愛來喚醒愛 啊 上帝愛我們 用他的愛來感動我們 喚醒我們的愛 讓我們出愛上帝 這個才是真正的愛 才有價值的愛 那麼我們想愛上帝 我們必須要認識上帝啊 我們如果不認識上帝 我們怎麼能愛他呢 是吧 所以耶穌到世界上來 他就要把上帝的愛 在實體生活上 在他這個人生的這個過程當中 向我們表示出來 把上帝的愛 向我們實人表示 那麼我們說 啊 咱們頭兩課就學了 我們說 我們所信的這位真神就是一位 是聖父聖子聖明 三位一體 那麼只有耶穌基督 他對上帝的愛 認識的是最深最厚 因為他們是一位真神 所以只有耶穌到世界上來 才能把上帝的愛 是多長多寬 多高多深 向我們實人 所以我們說 啊 耶穌到世界上來 把上帝的愛 向我們實人 完全變大了 我們就被上帝的愛 吸引 我們來到他們的面前 所以耶穌能拯救我們實人的 第一個就是他沒有罪 他能來救我們 第二個 他能整理我們的 還有一個條件 啊 咱們看西伯來書第二章 西伯來書第二章 我們看第十四節 西伯來書二章十四節 兒女既同有血肉之體 他也照樣親自 承擔血肉之體 特要藉助死 敗壞難 擋死權的 就是我 我們說 上帝看我們叫他兒子 他本來是神 啊 神是容忍了活 又不會死的 那麼耶穌要聘盟死 他必須取我們人的肉體 有了我們人的肉身 肉體是 會能死的 啊 所以說 兒女既從有血肉之體 我們都是血肉之體 他也親自 承擔血肉之體 他從個血肉之體 要做什麼呢 特要藉助死 敗壞呢 掌死權的 啊 敗壞掌死權的 就是魔鬼也有人犯罪 就是掌死權的 這個魔鬼 耶穌來就要打敗魔鬼 啊 打敗魔鬼 而我們從魔鬼的權下救出 所以耶穌 要來替我們死 我們都應該死 啊 但是耶穌是沒有罪的 他來替我們死 把我們從罪去做 因為上帝是公義的 不能白來懲念我們的罪 啊 他來替我們死 那麼我們再看 希伯來福九章第二十二節 九章第二十二節 按照慾法 凡婦差不多 都是用血結定的 若不流血 醉 就不得赦免 啊 那麼這個 血喝醉啊 咱們說 喝著死啊 咱們說是 一致的 啊 你看這個人要死 咱們要殺一個雞也好 啊 殺一個鴨子也好 你怎麼殺他呢 就把他脖子上砍一刀 他那個血流出來 他就死了 人的血 啊 人的血 啊 流 不要說都流光 人的血要流到一半二出去 或留三分之一出去 這些人就很難過 是吧 所以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血就有生命了 啊 所以因為這樣 耶穌到世界上來 他就聘我們 叮死在死的家上 嗯 啊 以後我們還要講 這個十字架是一個非常殘酷的一個行法 耶穌 為了救我們 替我們 兵死在十字架上 替我們舍命 所以根據這兩點 耶穌是沒有罪的 耶穌替我們舍命 根據這兩點 耶穌就是我們的救毒 他就能把我們送去 那下面我們再談一下 啊 這個 這個救贖 我們這個 這個方法啊 就是說 是不是在人犯罪以後 啊 上帝才設立的呢 我們知道 我們知道 在人犯罪以後 上帝第一次向人宣布這個救贖的計劃 那就是在《创世紀》第三章 那就是在《创世紀》第三章 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為仇 你的後裔和女人的後裔也彼此為仇 女人的後裔要殺你的頭 你 要殺他的腳分 啊 這個地方 蛇 後裔是代表魔鬼 女人的後裔 因為耶穌是借同你所生的 就指著耶穌 將來耶穌就要來 上蛇的頭 就是打敗魔鬼 消滅魔鬼 蛇要上耶穌的腳分 啊 這個 魔鬼就是要給耶穌本國的孤世 最後 把耶穌兵死在身上 但是 啊 耶穌上帝以後復活 啊 那麼 這個 救贖的計劃 就在 人犯罪以後 馬上就下一個宣布 但是我們說 上帝要救人的這個計劃 是不是在人犯罪以後 才 上帝才 這個 這個 有這個措施的呢 我們說不是 在這以前上帝就有 咱們看 羅馬書十六章 羅馬書十六章 第二十五節 啊 羅馬書十六章 第二十五節 唯有上帝 能造我所傳的福音 可所講的耶穌基督 並造永古隱藏 不然的奧秘 堅固你們的心 這裏就說 上帝有個永古隱藏 不然的奧秘 這個奧秘啊 也就是今天早上 這個 鄧老師所說的那個 上帝的智慧 啊 上帝這個救人的這個奧秘 和智慧 啊 永古隱藏 不然的奧秘 咱們再看一些聖經 都可以明白 這個永古隱藏 有意思呢 咱們看彼得全書一章 彼得全書第一章第二十節 一章二十節 基督在創世以前 是預先被上帝知道的 卻在著末世 才為你們顯現 就是說 耶穌要來救我們呢 在這裡說 在創世以前 也可以說 換古以前 還沒有創造成世界以前 哎 上帝就預先知道 就預先定義了這麼一個措施 啊 那你說 上帝怎麼知道這個 講來魔鬼要犯罪呢 我們說上帝是無所不知的 上帝創造的人 和天使 都給我們自由 啊 都有自由 這個自由裡邊 就有可能 有犯罪的可能 對吧 有自由嗎 你能做好 你能犯罪 所以上帝就知道 啊 很可能 有人要不信上帝的話 他有自由嗎 他就可能要犯罪 如果說 人犯了罪 怎麼辦 上帝在這個時候 就是根據上帝的愛 根據上帝這個寶座的 根基的原則 上帝就定義了這麼一個計劃 啊 並不是說上帝命定這個罪要出現 而是上帝 預先知道 可能 罪要出現 如果罪要出現 怎麼辦呢 上帝 就有辦法來 拯救這個罪 啊 啊 那麼這是上帝 啊 智慧 和上帝的 好 啊 那麼這樣的話 就是說 人犯罪以後 上帝就設立了一個辦法來救我們 啊 我們說上帝設立了一個什麼制度呢 請大家看康熙記第四章 康熙記第四章 我們看第四節 啊 康熙記四章 第四節 這裡說 雅伯也講他羊群中投生的 和牛的 羊的 是由先啊 耶和華判定了雅伯和他的共物 啊 所以這個故事的經過我們不喜歡 這個雅伯呢 是雅當的第二的兒子 啊 那麼 他就 敬拜上帝的時候 他就拿這個羊 把這個羊殺了 放在這個祭壇那 獻給上帝 那麼 雅伯獻祭 那麼雅當呢 是不是也獻祭啊 我們說是的 雅當肯定也獻祭了 啊 那麼你怎麼證明聖經就沒說雅當神奇啊 啊 就是康熙記沒記載啊 但是有一節聖明 聖明就說明這個問題了 我們看 嗯 康熙記第三章的二十一節 啊 康熙記第三章二十一節 一個皇上帝 為雅當和他妻子 用皮子做衣服 給他們穿 他們犯了以後 身上的容光沒有了 他們拿著儒華果樹的葉子做個裙子 那個時候褲頭啊 那個葉子很壞就乾了 所以上帝就用羊皮 給他們做的衣服給他們穿了 那你說那個時候動物都不死 人也不吃肉 哪來的羊皮呢 哎 但是上帝 在雅當夏娃犯罪以後 上帝就讓他牽一隻羊來 啊 讓他把手放在這個羊頭上 認罪悔改 以後讓他親手 把這個羊殺了 啊 把這個羊就獻在這個祭壇上 啊 那麼 上帝就用這個羊的皮子 給他做的衣服 我們知道 雅當獻的第一隻羊的時候 他的心情 我們可以想 因為那個時候 人還沒有看見任何東西死亡 啊 他沒有看過 啊 而 生命 龍光 不是人的生命 就是動物的生命 也是上帝給的 啊 所以 當雅當夏 第一隻羊的時候 他的心情是非常的沉重 而且非常的巨大 非常的難過 啊 為什麼呢 他知道這個羊是替他死的 本來他用在死 啊 現在這個羊替他死 以羊的生命來代替他的生命 而且他也很清楚 這個羊又不能替他辭罪 那麼現在人 大家咋了 上黃山裡去 我先去羊 那羊替他死 那肯定不行啊 啊 那麼 這個時候 雅當獻也很清楚 這個羊 去了死 這個羊是遇到耶穌的 因為耶穌還沒有遇到死 他就知道將來有一天 上帝的兒子耶穌要來去的死 所以他心裡就特別難過 所以我們說 這個時候啊 雅當獻是上帝的 那麼我們說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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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 釘十字架 是在兩千年 啊 當然 差一點兩千 他是在公元三十一年 耶穌會釘十字架的 那麼 我們說這個 根據聖經上來說 我們世人的歷史 根據聖經來說 我們這個世界 有六千年的歷史 那麼 耶穌是在兩千年前 替我們釘十字架 那麼 耶穌以前的四千年 人要犯了罪 所以 那麼是誰替他們處罪呢 還是耶穌處替他們處罪 不過那個時候 就用羊 啊 來代替耶穌 羊是替了耶穌的 就好像耶穌已經 替我們服上的 給處罪的代價 啊 耶穌在以前四千年的人 等於遇知 遇知耶穌的救恩 借了給羊 啊 遇知耶穌的救恩 所以我們說 那麼 在那個時候 如果耶穌沒來的錢 人家犯了罪 就殺羊獻祭 我們現在呢 犯罪 我們不用殺羊獻祭了 因為耶穌已經替我們死了 我們只要在有耶穌的面前 認罪歸改 我們罪 就可以赦免了 啊 所以耶穌 必須替我們死 剛才咱們說了 啊 那麼 若是不留血 罪就不得赦免 啊 而愛的聖經裡面呢 咱們看這個 立位紀十七章 立位紀十七章 第十一節 啊 為什麽不留血 罪就不得赦免呢 啊 在這個地方 因为吉诗相识一解说 因为活物的生命在血中 我把这血赐给你们 可以再谈谈给你们的生命除罪 因为血有生命 所以能除罪 那么必须留血 罪才能得赦免 因为血就是生命 是吧 你看班图很多人 食血过多 或者有什么病 这个不行 我们就数血 把血给他 他就活了 一个人要受伤 有血太多 那么马上抢就不了 这个人就死了 出名这个生命 这个血 就是代表人的生命 那么我们再看当时 这个人犯罪以后 是怎么样痛苦 还是立位器 我们是看一次的 立位器第四章 这里就说明当时这个犯罪的伤扬的情况 立位器第四章我们看二十七到三十一节 民中若有人行扰耶路华所分布不可行的城市 误犯了罪 所犯的罪自己知道了 就要为所犯的罪 牵一只没有残疾的母山羊为共物 按手在除罪寄信的头上 在哪 在三纪信的地方寒的 祭司要用指头 占血量的血 抹在三纪禅的四脚上 所有的血都要倒在堂的脚那里 又要把羊所有的枝油取下 正如献平安祭信的枝油一样 祭司要在堂上分销 在耶路华面前作为金香的祭 为他熟税 注意下面 他必蒙赦免 你看 那就是耶稣没来以前 人就是 你犯的罪了 你牵一只羊 把你的手放在羊头上 把你的手放在罪 承认了 以后你亲手伤这个羊 伤完了以后 祭司 把这个羊的枝油献在肠上 祭司要这么说 如果你这样做了 说 你自己必蒙赦免 这羊是预表耶稣的 所以我们现在 如果我们在耶稣的面前 我们借着祷告 认罪悔改 真诚的认罪悔改 主也就顺免我们的罪 主也就顺免我们的罪 所以说若不留血 罪就不得顺免 那么我们说 这个计划就是上帝救人的计划 是怎么实践的呢 当然我们都很清楚 咱们先看马太福音第二十章 马太福音二十章第二十八节 这里说 这么不狠子来 不是要受人的福祉 乃是要福祉人 并且要折面 做多人的赎家 我们知道 微书在世界上 他就是服务人 服务人 而最后 就是替我们死了 他要替我们死 做多人的赎家 是吧 那么 我们说 在罗马书第五章 罗马书第五章 这里说 第八节 罗马书第五章 罗马书第八节 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 唯我们死 上帝的爱 就在此向我们显示了 我们说 耶稣 在两千年前就已经替我们死了 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生死了 耶稣就已经替我们死了 你看刚才咱们唱那个 开会上去 也好 唯我 唯我 咱们讲到 对三位 唯您 唯您 就说 耶稣是替你死的 也是替我死的 替我们每个人死的 就是我们 每一个人的罪 把耶稣定在水下 既然被这样 我们对耶稣 我们应该怎么样呢 耶稣既然替我们 经历的水下 我们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来对待主耶稣呢 我们先看罗马书一章第十六节 罗马书一章十六节 我不以福音为耻 就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 要救一切相信的 先是犹太人 后是其理念 福音是谁呢 福音就是耶稣 就是耶稣 那么耶稣既然来救我们 要救我们一个条件 要救一切 什么 相信的 你必须信耶稣 你要是不信耶稣 这跟你没有关系 那么很重要的一节 上帝约翰三章十六节 约翰三章十六节 我们大家一起读好不好 大家一起读 上帝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四人 叫一切信他们 独自灭亡 反而独生 上帝在这里说 爱世人 爱到什么程度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四人给我们 叫一切信他们 不是灭亡 反而独生 我们必须要怎样 信 我们要是不信 要不接受他 做我们的救主 他和我们就没有关系 我们要信他 要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 他就能救我们 脱离罪恶 脱离死 最后我们再看一节圣经 希伯来书第二章一节到三节 希伯来书二章一节到三节 所以我们当越发正众所听见的道理 恐怕我们随由失去 哪些都天使所传的话 既是确定的 反干犯非命的 都受了担受的报应 第三节我们大家一起同行 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 怎能逃遂呢 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想的 后来是今天人给我们证实了 我们听到这么大的消息 我们都掉在苦海里头 我们都要灭亡 耶稣来救我们 这是对我们的一个好消息 我们如果当耳旁风 这个耳道进去 那个耳道揉出去了 那我们真是辜负了主的爱 我们就要随由失去 所以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 怎能逃遂呢 所以我们应该通过今天的课 我们认识了 上帝救我们的大法 就是借着祂的儿子来替农死 把我们从罪到也救过来 我们必须相信祂 必须允靠大 必须接受祂做我们的任务 好 今天必须服务 好 今天必须服务 好 今天必须服务